Odia Jungle 南京师范大学,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,浙江大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,研究生指导老师,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,继我努学社讲座嘉宾,陆军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,曾发表民国档案,与民国史论文多篇,参与编辑日本清华图志,李士群是个争强好胜的人, 他急于立功和显示本领,想与军统带立,中统徐恩增,只留斗一斗,对顶头上司周佛海也不公顺,弄得周佛海大为不满,也想除掉他,而最关键的是李士群权欲即胜,居然发展到不听日本人的话,为壮大自己的武装,敢与日军抢夺军粮,这就注定了他最后被杀的命运,周佛海在南京李士群由中统小特务起家, 与国民党高层相无渊源,他投靠日敌发祭之初,可谓势单力薄,对其顶头上司委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曾极力巴进,唯恐自奉布周,周佛海认为,汪精卫是一个只能同患难,而不能共安乐之人,尤其是陈碧军,一贯以革命前被自居,为人以止气使, 飞扬跋扈,他极力培制亲信势力,形成所谓公管派,公管派里也有两派,一派是陈碧军的内置陈春普,此派与陈碧军较为亲近,一派以为宣传部,林伯生为首,周佛海为与汪派势力抗衡,光直党羽,其手下也有两大势力,一派是湖南同乡罗军强, 另一派以丁莫村为首,丁虽是76号特工总部主任,但76号的队伍,由李氏群一手建立,实力始终在李氏群手中,因此,周佛海对手握特工实力的李氏群也急进拉拢,汪伟政府成立之前,周佛海曾与亲信梅思平,一次前,耿家鸡,金雄白,周乐山,张仲环,蔡洪田,张正范,戴策,罗军强, 汪曼云等11人结为金兰,你在即将组成的伪政府里,分别担任10个部门的部长或次长,一举控制汪政府,但由于各方势力特别是公管派的牵制,这一计划未能实现,周佛海认为这11人分量还不足以与各方势力抗衡,所以拉拢李氏群加入,并把伪警政部长一职也让给了李氏群,这是周佛海与李氏群合作的蜜月期, 其后,由于周佛海计划让其内地,原警政部主任秘书杨树平,接任邓祖宇的警政部长务次长一职,竟叨到李氏群的拒绝,李认为,佛海真不够漂亮,既送我吃纸蹄膀,为什么又要挖掉一块肥肉, 所以我也狠了一狠心,坚决拒绝杨树平,还了他一下,汉报的汪精锐李氏群,不念周佛海提携之恩,甚至公然拒绝安插杨树平,周佛海气得蹊跷生烟,但此时双方的矛盾,还只是暗中摩擦,未曾爆发出来,李氏群通过清香,挤走了伪江苏省长高冠吴, 将江苏的军政,大权一揽手中,同时他还担任伪特工总部主任,伪警政部长,童霞景特,身兼述职,达到其幻海生涯的顶峰,周佛海担任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后,在发行伪中储券问题上,最初确定的兑换比例为1.1,1942年5月27日,改为1.2,伪财政部于6月23日公布,禁止使用旧币办法, 开始禁用法币,李氏群利用其正在主持清香的机会,对1.2的兑换比例提出质疑,他认为,财政部的决定,未经历法院讨论,在法律上不效,决定下达前,又被与省政府打招呼,搞得下面措手不及,现在清香地区还有老法币400万元未及调换中储券,如此新对率兑换,老百姓吃亏太大,对我们清香来说, 生育太坏,所以,我们在清香地区,将仍允许法币流通,要收回,推行中储券,应照顾到老百姓困难,不能使他们吃亏,仍按一比一兑换,李氏群此招可谓一举两得,既为自己赢得为民做主的清誉,又能从周佛海手中捞一大笔。 周佛海为了中储券在江苏的发行,不得不做出让步,以400万中储券换回400万法币,而李氏群仍以一比二的对率,即一元中储券兑换二元法币,向江苏沦陷区的老百姓兑换,敲了周佛海200万逐杠。 汪精卫与陈碧君州佛海吃此大亏,从此与李氏群裂横更深,马振读,陆军著,76号特工总部,重庆出版社,2017年10月第一版,编辑,南京师范大学,近现代史硕士生雷小凡。